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纽约州检察长起诉川普基金会违法 根据美国之音消息 美国纽约州检察长星期四提出一项 措辞严厉的针对唐纳德川普基金会的法律诉讼 该诉讼指控这个慈善机构和川普家族 违反竞选财政法律假公祭司 以及与川普竞选团队非法协调 这个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出的诉讼 谋求法律解散川普基金会 并禁止川普总统及其三位子女担任非盈利组织职位 此前民主党籍的纽约州检察长 对川普基金会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 他还向国税局和联邦选举委员会发函 表明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 诉讼指称 川普基金会经常被用来平息 针对川普不同生意的法律纠纷 包括为一幅挂在川普高尔夫球场的 川普肖像支付1万美元 川普总统立即对纽约州检察长的起诉 展开反击 在一个推特中指责是低劣的纽约民主党人 企图通过指控基金会来伤害他本人 川普誓言不会与纽约州检察长就案件和解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马上在山普高尔夫提供起诉 派 en山普高尔夫提供 布简次反应 赶早上